主画面的介绍,那你平板电脑打开来看到这个就称为主画面 那主画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吧,首先右上角这个地方我们称为状态列 那手指头呢,请同学这里呢,轻轻从上面点一下移下来 就看到目前的状态,这是登录完自己的Google账号 那蓝色的地方,第二个呢,这个是电源还有74% 那设定,在Google这个很重要哦,设定你平板一些状态 那GPS,卫星定位,WiFi是无线网路,目前在工作中 那蓝牙没有启动哦,所以它不是蓝色,是灰色的 那这边还有杜比立体音效啦,还有其他等等 那手指头在旁边的地方,这边再点一下 右边的状态就收起来,还有左边哦,好,一样 手指头在上面由上往下滑一下,就可以把它滑出来 那目前它告诉你,这平板状态已经连接USB的啊 还有三个程式要应用更新等等 旁边空白的地方,手指头轻轻点一下 就可以再把它收起来 那目前的主画面呢,上面这边是Google的搜寻 有没有看到这边一个喇叭 你可以使用语音来搜寻你想寻找的资料 那这个叫APP,这是APP用程式 那目前这边呢,也有些显示,目前是下午4点29分 有没有,位置在台北市,温度啦,什么的 农历是9月17双十节等等,国历是双十节 那下面这是八个APP,那这个很重要 就是应用程式选单,比如说我现在来点选这个看杂志 点一下,看杂志,那我想回到原来的主画面呢 就点选这个按钮,就可以回主画面来 回到这里来,再看一次哦,我再点一下看杂志哦 再把它启动起来,那除了点选这个呢 你可以点选这个弯弯的,可以回上一页 点选这个地方,也可以回到上一页来 那当你开很多程式的时候,我点这里 比如说我也曾经开过其他的呢 那我想切换到刚刚的看杂志,点哪里呢 右边的第三个,这三个我们称为导览按钮 我现在点选这个哦,就开启应用程式的切换 哦,我曾经开过看杂志,KKBOX,地图啦,苹果日报啦 那我想把它开了好几个,有没有 那我现在想把这个看杂志的关掉呢 往下拖一下,点它往上往下,都可以把程式关掉 这个就是关程式的一个方法 好,这浏览器 好,那再点选这个,就回主画面 那这个是主画面的基本操作,我们看一下哦 上面两边是状态列,是Google搜寻 那目前的主画面的应用程式选单在这里 那这个可以开启全部的应用程式选单 点这个六个点点,这边有那么多,对不对 手指头呢,往左边滑,到第二页这边 那再往右边滑,就看到这个 那点这里再回主选单 所以这三个称为导览的功能 好,这个再请同学试试看 当然,右上角这边有Play商店 可以安装程式,我们后面会再介绍 好,就拿到一项这个 在打另一个关键中 阅游的勇气 就是看法 有自己的探索